好 这台北市都更话题现在延烧到了市长选战 好俗都在攻防 不过都更案带来的庞大佣金利益 黑道是跟着觊觎 警方昨天破获了竹联邦 介入西门丁成都大楼的都更案 现任的女主任委员现身说法 因为拒绝帮派介入都更而遭到了威胁殴打 即使现在黑道已经被逮捕了 他的心里还是有阴影 即使介入成都大楼都更案的黑道分子 已经遭到逮捕 但大楼女主委内心恐惧还是挥之不去 因为黑道的暴力手段太凶狠 都躲到淡水去住 还是遭到喷漆警告 成都大楼也黑影闯闯 黑衣人站纲甚至公然拆下大楼公布栏 造成住户心理的压力 我们会害怕房子被打掉了以后 我们还剩下什么 所以我们害怕的就这些 而且是越大评数越不同意 忧心的是黑势力损害住户权益 民国九十一年三三一大地震 成都大楼被列为围楼 找该都更改建 不过乌土分散 瞧不容没下文 好不容易改建案稍微有了眉目 黑道却抢先跑来 前主委他已经知道说他落败了 我去做交接 那交接的这个当中 就是叫黑道出来瞧 我不跟他们瞧 就开始了 没办法 你看市政府我们 不要再 不要再讲到那些了 因为现在已经快要太平 成都大楼117户 已有共识要都更 但是府没介入 又有黑道基于佣金利益 这个都更不好走 每日新闻陈建廷 陈敬业 台北报道 有个人 我都没有进去 你只能不能再开